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防止地说这是你同意的呀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下载很多应用程序的时候 你都不得不点同意一些授权 你才可以使用这个应用程序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但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先通过下面这个小片来看一看 我发现在下载这款APP的时候 它首先要我授权我的手机号码定位 还有访问我的存储空间和照片 如果我不授权的话就不能使用 但是这三项授权是关联在一起的 没办法拆分你就必须要选 记者随后在下载一款外卖APP的时候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为此记者首先拨打了网约车APP的客服电话 我想问一下 在下载的过程中 它要求授权 就比如说它必须要访问 我的储存和照片这个功能 我如果点不同意的话 这个就无法下载使用 这个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 比如说一进首页 它就会有这个广告 以及这些活动 然后这些照片都是要缓存的 这些活动的页面 到你那个门迪的相册里面 不光是我们的汽车 因为很多其他很多 不管是社交软件或者是什么软件 都会有这个步骤的 你们一个这个约车服务 干嘛还要访问我照片 不是说下载 它是要访问我的照片 只能是授权以后才能使用 对吧 对对对 按说这款网约车APP 访问用户照片的需求 可以在需要的场景 再向用户索要权限 比如设置头像的时候 但在下载使用前 就强制索要权限的做法 显然属于越界索权 十分不合理 那么对于这种做法 另一个外卖APP的客服 是怎么解释的呢 对于APP越界索权的问题 用户们也很无奈 为了能够顺利地下载使用APP 对于索要权限 不得不一路绿灯通过放行 你看不管是你打车也好 还是外卖也好 你要使用这个应用程序的话 你得给它开放的程序 包括了什么位置 你的摄像头 照片 通讯录 麦克风等等 这些要求到底合不合理呢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打包 来让你统一呢 这些数据采集了以后 对这些 我们的这些服务的工艺上来讲 到底意味着什么 有什么用途 合理合法的采集 和这种私自的窃取隐私的边界 到底在哪里 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两位 和我们共同来谈讨 一位是互联网专家 鲍染先生 还有央广财经评论员王冠 鲍染 从这个行业专业的角度上来看到 我们刚才看到的 只是常见的一些应用软件 手机里边装的那个APP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哪些渠道 软件的或者硬件的 是有可能就藏在我们背后 天天毫无遮拦地在看 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语音助手 我们都知道 人工智能语音助手 不管是嘿什么什么某某某啊 它其实都有一个唤醒功能 我们从逻辑上来推论 我家就有 对啊 它既然你能随时唤醒它 就说明它一直在待机准备 对不对 它一直待机准备的话 实际上它一直在不停地采集 你所提供的很多的环境声 它就一直在听我 当然了 只有你说出了它的唤醒词的时候 它马上就激活了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至于这些它采集过的数据 是听过就忘 还是被秘密地传到了云端 传到了这家公司的服务器端 长了顺风耳的 还有千里眼的那摄像头 那当然了 很多的软件是APP的话 非得要调用你的摄像头的功能 我们说当你的人脸 我们举个例子啊 说你把你的家里钥匙给我行不行 我想你一般是不答应的 对吧 但是说你把你的人脸借我用用行不行 很多用户就答应了 实际上现在刷脸可以支付 刷脸可以解锁 刷脸可以干很多的事情 横折密码 都是啊 密码写我脸上 是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很多的功能 它包装上了一些高科技 新技术的外壳之后 让你觉得好像很好玩 实际上用户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 让渡出了自己的非常宝贵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或者资产 如果别有用心的话 这就是你身边的间谍啊 那当然了 王冠看的是有那些 我觉得现在呢 实际上我们说APP或者叫应用程序啊 从问世到现在11个年头 由于我们整个的中国内地的互联网 发展非常的迅猛 它已经我们的这个从移动支付啊 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无所不包 那实际上它现在并不仅仅是 我们生活中的助手 而是刚需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整个中国内地的APP的基本面 我们截止到去年年底 中国内地的APP有450万个 那到今年这又快结束了 它的数量会更多 在全球是排第一的 我们平均每一个手机用户 下载了多少APP呢 是56个方方面面 我们每天用多长时间呢 是4.7个小时 那这实际上我们快赶上大半天的 一个上班的时间了 对吧 那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 它是一个非常高频的应用 然而根据中国这个消费者协会的统计 中销协的统计 我们来看一看 85%的用户都遭遇过 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泄露 或者说是这种数据被盗取等等 但是三分之一都自认倒霉 为什么 因为现在技术的不对称 会让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 那就需要我们从法律上来保护消费者 可是包然你看 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你是自己点了同意的 三项选择里边是 你必须三个都得同意 你其中一个不同意都不行 这样的打包必须捆绑的同意 合理合法吗 我觉得是这样 它肯定是不合理的 但是在司法界定的层面 现在才处于模糊的地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 还没有对此进行特别精准的描注和界定 但是呢 踏山之石可以公寓 我们可以看一看 在欧盟地区 什么叫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已经正式开始实施了 它就明确的规定 你任何一个互联网公司 科技公司 你这个平台 你可以在用户允许的情况下 采集用户的所有数据 没问题 用户说OK 你就可以采集 但是你采集多少数据 你要负多少的责任 对吧 你当你数据采集了以后 然后马上到手转卖出去了 或者由于你的保护不力 造成了数据在云端平台的泄露 或者由于你的不合理的 非法的使用 导致用户的利益受到损失 那你要担负全责的 处罚起来是很重的 这是法律上的保护 可是为什么欧盟要制定 这么一个看似有点前卫 现在其他国家和地区 好像很苛刻 并不太常见 是不是因为到了5G时代 尤其今年元年 万物互联 像你刚才描述那些千里眼顺风而易 后变得更多 采集搜集更容易了 其实这里面有点细思极恐了 比如去个例子 5G时代 它半生着很多新的场景和应用 智能家居是一个典型的应用 智能家居是意味着什么 从门锁开始 到家里的各种家电 统一的都基于云端的平台 来进行整个的调度的使用 而这种物联网的环境 一点突破就殃及其余 那你整个家居不设防了 相当于是 第二个无人驾驶 我们在渴望片里头 或者那种大片里头看过 当你黑客破解了 无人驾驶的数据之后 你整个的汽车就被接管了 车就直接撞上你了 那就不是一个交通工具 那是一个杀人工具了 技术上想起来细思极恐 但是王冠 这个技术上扎不紧的篱笆 立法我们得有个抓手吧 该怎么扎这个篱笆保护 所以周永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现在立法保护个人数据 需要总的抓手 实际上我们看到 全国人大已经明确表态了 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已经进入了一个立法的 相应的论证阶段 那么根据我们目前现行的法律 比如你进入到了犯罪层面 我们刑法修正案明确规定 那情节极其严重 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是大量的 其实它是属于民事侵权领域 民事侵权领域是 当事人在受到损失之后 你要举证的 那又说到技术上不对称的问题 我再吃一盘菜 我吃出来苍蝇 我拍张照 说你怎么搞的 对吧 你得赔 对 我很容易举证 那我现在信息被调用 或者被过度的调用 我完全不知情 我都没有痕迹 要有这个权利才行 对 所以它是说叫无痛伤害 对 那现在实际上 我们有40步左右的相关法律 30步左右相关法规 都是有着相应的 这种个人信息的保护的 但是与此同时 刚才我们谈到了 进入5G时代 这种数据会几何级的爆发 总的立法的思想 总的抓手 总的一个指导的纲领 应该是什么 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在眉睫 对 看来我们的技术进一步 有时候立法恐怕还需要要求 它进两步才能赶得上 但刚才说到一个 大家流行的词叫无痛伤害 王冠说的 你可能感觉不到 这个无痛伤害 有时候也是有价的 这就是你的个人信息 有时候被一些不法分子 放到网上 直接拿去就去卖了 而且还卖得很便宜 我们来看看 记者在互联网平台转转上 以关键词人脸数据集 搜索相关信息 迅速弹出了这样一件产品 商品名为 人脸相关算法训练数据集 标价10元 记者打开商品介绍后看到 这个数据集包含5000多张人脸照片 很多还是一个人不同表情的脸部照片 记者通过平台的聊天功能 和销售者取得的联系 当记者询问销售者 是否经过照片所有者的授权时 销售者表示 经过授权的肯定不是这个价了 就这样 没有经过照片所有人授权的人脸照片 在互联网平台被公开兜售 非法交易的话 对我们个人的隐私数据的侵犯 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没有经过我们的允许 它会跟其他的一些 个人的一些数据信息 进行整合以后 非常精准地 能够对人籍的画像 从而从事非法的各种交易 记者在百度一个名为快眼的贴吧 也发现有销售者在兜售人脸数据 记者联系到 这位QQ网名为泯灭的销售者 他告诉记者 不带身份证的大头照 五毛钱一张高清 还有一种是姓名 身份证照片 银行卡和手机号都有的 号称四要素 四个钱一份 记者了解到 这些数据可能被用于申请信用贷款 甚至注册公司 给泄露信息的用户带来巨大损失 包长你看刚才这个片子里边 很明显 这就是一个违法犯罪 侵犯个人信息 盗用个人信息 侵犯个人隐私的信息 这个白纸黑字了 可是你说刚才我们那个同意和不同意 如果那个还处于模糊区间的话 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处于模糊区间 刚才卖的那些个人信息 如果被公司也好 个人的一些个体盗取了也好 那个数据本身是这些公司或者个人的 还是我自己的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个人数据的所有权的问题 对吧 现在我们都在谈 现在叫DT时代 D就是数据的意思 对吧 然后我们还说到人工智能时代 人工智能就是算法 算力加数据 这是三个基点 好 无论怎么看 数据都是未来 以至从现在开始的 最重要的这样的整体的信息时代的资产之一 那么当我们个人的数据 被各种各样的公司平台采集之后 首先我个人的观点是 我们要明确用户才是真正拥有 我们个人所上传数据的所有权 但已经很多公司 我刚才那个片子里边 那个打车的也好 订外卖的也好 已经采集了我的资产了 你如果说这个信息是我的个人资产的话 我现在要把这个资产要回来 是 我法律支持吗 当然了 我在我们目前的国内的很多的法律法律中 像刚才王冠兄提到的 其实都是惊鸿一瞥 都只是点到为止 但是我们还可以参照GDPR GDPR明确地开送名义规定了 这个用户拥有对他上传的个人数据 无论是主动上传 还是被动上传数据的所有权 衍生开来还有什么呢 使用权 还有查询权 也就是说你要告诉我 你把我的数据存在了哪台服务器上 存在了哪个物理位置 地理位置和哪个逻辑的文件夹里头 最后我还有删除权 对吧 我要求你给我删除的话 你必须从每一个路由器上 路由环节都给我彻底删除掉 然后我在互联网上就被人遗忘掉了 也就是被遗忘权 只有明确了用户对于个人数据的所有权 才谈得上后面一系列的衍生的数据权利 这个GDPR确实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 开创了一个起码是欧洲的一个选择 不知道其他国家或地区 会不会有类似的选择 但是王冠也有一个 大家可能不好平衡的问题 这边你是监管的严了 像GDPR欧盟这样看得很紧 但那边又需要有一定的空间 大家既然是数据时代 说这个数据是一种新能源 或者新的战略资源 它的确要去挖掘去利用它 你要给它这个空间 这个中间我们到底应该去怎么平衡它 我记得周远说的非常关键 就是我们从全球视角来看 该如何看待整个数据的 有效管理的问题 我个人对于欧盟的这种 相对严苛的管理 实际上是保留态度的 因为从中国到全球 经济都有下行压力 你怕扼杀它的火力 当然 我们根据去年的 我们整个统计局的年报 数字经济占到了 整个中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今天不管是互联网家 还是5G家 对于我们下一步的 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的重要性 怎么评估都不为过 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强调的是 监管从严是战术 科技向善是战略 一定程度上 它既是技术问题 我们要加强监管 法律问题 这点加强立法都毋庸置疑 它更是伦理 乃至是哲学问题 到底该如何看待数字的存在 在个人和经济发展 在个人和机构 在个人和政府之间 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平衡 和归属权的关系 这实际上需要全球 共同的一个治理的智慧 你觉得到了咱们国家 尤其是现在数字 技术发展那么快 市场规模那么大 现在挖掘和采集的 这个爆发式的增长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到了一个 你说的 我们要启蒙一下大家 上升到一个哲学的高度上 来看待这个问题 明确一点 就像包冉说的 这个东西是我们的个人资产 归我的 对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就像包冉刚才谈到的 我们别人跟你要你 加门钥匙 你肯定觉得 你有毛病吧 对吧 一个陌生人 你告诉我存折密码 但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因为APP是刚需 你同意同意 打勾打勾打勾 就一切就都同意了 我的人脸就给你了 所以今天在这方面的 实际上刚才的 我觉得刚才周运说的是 全力唤醒 也是个人责任的唤醒 非常同意 是的 而且我再补充一点 说实话 就在GDP正式生效那几天 我的邮箱里收到 十几封的自动邮件 就是各大的社交公司 都是中国互联网公司 有干社交的 有干游戏的 还有干手机的 然后是什么的 都提示 因为我是注册用户 留的注册邮箱 说根据欧盟的GDPR的规定 我们要重新制定一下 用户需制 用户守则等等 其实他们要再次的声明 符合GDPR的 新的一个用户协议 所以我看 不是不能做到 而是什么 我们的言行律法没有跟上 如果我们的执法 立法都很严格的话 都很到位的话 这些公司 麻利尔的都能做到 抱歉 我迟一定的保留一下 我觉得管数据如烹小鲜 这个道理和火候 是非常需要拿捏分寸的 所以不能放任 也不能管死 这是非常考验监管智慧 对 这个平衡很难拿捏 但是有没有一个重点 可以抓到暴然 一个很短的时间 起码那么多东西 可以采集 万物互联 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 但是它又有一个平台 有巨大的这种平台公司 在那个地方 我们监管的时候 是不是首先应该 盯准这些公司 当然了 欧盟的第一张罚单 开给了Facebook 第二张罚单 开给了万豪酒店 都是大平台 对不对 都是巨头 一个是数据平台 一个是应用平台 对吧 所以说在整个的处罚 监管的过程中 一定盯住头部平台 没有错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是需要有一定的战术 对 同样在战略上 也要有一定的方向的 好 相信今天晚上 我们谈论这个问题 一定在未来的这几年当中 是大家会不断地 去谈论的一个问题 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不断去觉醒 认识到这个个人信息 就是个人资产的一个过程 当然 这个工程 还是非常浩大的 困难也很多 我们如何来共同地面对呢 我们马上回来 其实现在流行一个词 叫无感伤害 就是说在背后 在采集你的个人信息 甚至隐私 但有时候 这种无感伤害 是有价的 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人 都有可能成为 隐私被泄露的受害者 早在1994年 凯文凯利在 《失控》这本书里边 就提到 网络会把我们的隐私 从道德领域 带到市场领域 隐私会变成一种商品 但是这种商品 它毕竟还有我们 作为人 享有的隐私权的属性 这个问题要平衡好 我们的社会发展 才不会失控 感谢您关注 我们今天晚上的 央视财经评论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